假期里边 大家都做好了各自的旅游计划 今天我们演播室 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来看一看他们的假期计划 掌声欢迎 随风飘逸 快乐了 欢迎欢迎两位 开那个样子 去准备要到海边去了 是吧 像我去过沿海城市 但很少在海边真正地玩 最有计划有阿娜亚 我要去舟山 我想去海南岛 我也想去 就想去海边 对 其实我也特别想就躺在沙滩上 然后安静静地听海浪的声音 但是想到太阳往我脸上照 往我腿上照 往我胳膊上照 我可能会晒黑 我就感觉有点怕 您呢 依琳 反正是每次到假期 最想去的就是海边了 每次去的时候 其实最怕的是什么呢 就是溺水 因为我一般都是和家人去 尤其有孩子 所以我会做足够的准备 尤其要带好游泳圈 漂漂亮亮的 拍照也好看 更重要就是我们想象到海边 比如青岛 蓝天 红瓦 碧波荡漾 但是到海边去 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阳光 沙滩 海浪 但与此同时呢 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 也许会有一些健康的隐患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专家 跟您好好来说一说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全地 更加平安地享受我们海边的假期 来掌声 欢迎两位 就溺水啊 包括像你说的晒黑 对 晒伤 对吧 对 这些 你看急诊我们也请来了 皮肤科的我们也请来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 我们假期出行 如果到海边去的话 您要准备好 做一些健康知识的储备了 那哪些是我们到海边出行的健康隐患呢 来 请看大屏幕 五项啊 两颗星 三颗星 四颗星 五颗星 所以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海边危险排行榜的第一个是什么 太阳也会伤了你 危险指数是两颗星 上榜里有我越活跃 你越难受 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越活跃 你越难受 你们知道这个我和你是谁吗 当然了 我是太阳 你就是我 你就是你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这第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很害怕 就是害怕给晒坏了 是吧 你有晒坏过的 我是有实际的那个晒伤的经验的 就是上海边我一定会涂放晒霜 但是有些地儿可能涂得比较马虎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 就是肩膀这一块 就这一块我就没有涂 然后还有耳朵 我没想到会晒伤 就完全晒得红疼 然后过了几天稍微好一点之后 就开始撕皮 对 特别难受 我有晒坏过的朋友 他是骑行一圈回来之后 从一个白净的小伙子就黑了八度 然后我就看他的脖子呀 但是真的把我吓坏了 他能够撕掉一层皮 就像那个海苔一样 晒伤非常严重 但是我想这太阳太毒了 如果有一天我长时间出去玩的话 我一定要涂防晒霜 你选防晒霜是选什么 只要写着防晒就行了 就是太阳越大 我涂得越厚就行了 那我肯定不认同 我觉得这方面 男生肯定没有女生细致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 不是我们有那个防晒指数不同吗 就海边肯定要选那个防晒指数高的吧 我觉得要这样 但是这个话题 我觉得杨医生是最有发言权了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防晒的意识 其实已经建立得蛮强了 就是说知道我们去海边 没有去过也知道 可能这个晒伤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现在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咱们去海边去玩 首先要知道 咱们和日常的这个防护 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这个紫外线 太阳到达我们地球 到达我们身上 其实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隔离 反射 散射等等 这样一个阻断的一个环节 但是在海滩我们都知道 我们很想看到这个 一望无垠的海洋 什么遮挡都没有 那紫外线的遮挡也没有 它就直接地照到我们身上 对了 经过海面的反射 又多了一层这样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到海边去选择 这个防晒霜 还是需要去找一些 比较高倍数的防晒霜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所用的防晒的产品 防晒霜 跟我们去海边玩 选择的这个防晒产品 是不一样的 对 什么是防晒指数 你看啊 上面有一个SPF20 PA++ 那个SPF50 PA++ 这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 我们结合着刚才那个图片来谈 SPF主要是阻挡UVB 对我们皮肤伤害的一个指数 它的数值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是皮肤特别白皙的群体的人 我们抗紫外线的能力是相对偏弱的 如果我们不涂任何防晒产品 在紫外线比较强的区域 待一会儿 比如说10分钟皮肤会发红 好 记住10分钟这个时间 你选的防晒霜如果SPF是25 也就意味着你涂上这个防晒霜以后 你皮肤发红的时间是25 乘以10分钟 等于250分钟 SPF简单的理解就是 我们用上这个防晒霜 皮肤晒红的时间的延长倍数 SPF是一个时间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一个图片呢 我们给出了防晒倍数 乘以1.5的一个系数 等于涂抹相应防晒倍数的 一个防护时间 这个1.5呢 取的是一个相对平均的 甚至比较保守的一个值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参考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还是选择高倍数的 比好 尤其在海边 选择高倍数的指的是SPF的 值 值越高越好 50 好像现在市场上应该就是50是最高了吧 就日常的日化产品50是最高吧 是的 是的 最高就是50 如果说某一个产品 它的认证过程认为 它具有50倍以上的防护能力 它会写50加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PA 后边代加号 PA加号也指的是防护UVA的能力 UVA是我们紫外线当中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分 大家可以简单地去理解这两者的区别 UVB起什么作用呢 起的是晒红和晒伤 UVA起什么作用呢 起的是晒黑和晒老 它的防护能力就是PA 防止UVA对人造成影响的一个能力 它的防护能力是用加号来表示的 也是一个时间累积了倍数的关系 所以如果现在你准备假期里带着家人 自己去海边玩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 SPF50或者是50加 那么PA的话三个加 这个我们建议就是尽量高倍数的选择 会比较好 对 这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选择 是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海边玩 我没有涂的时候 真的就是晒一会之后就马上红了 而且特别痒 到晚上的时候它有一种烧灼感 很痛有 对 如果说我们去海边不涂防晒霜的话 确实就是非常会容易引起晒伤的情况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屏幕主要有几种情况 比如说晒红的这种情况的话 是最多减的 那么晒黑呢 一般就是发生的时间会相对滞后一些 对 这个就不可逆了 是的 但是像恢复到年轻时候那么白皙 就是年轻的人就比较更好恢复一些 对 但是晒黑恢复得比较慢 对 我们接着看晒脱皮的情况 这个就是短时间高强度紫外线暴露了以后呢 这个紫外线就造成了我们表皮细胞的一个坏死 细胞坏死以后它会脱落 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连接就松散了 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晒伤的朋友 他会有明显的刺痛感 稍灼感 对 是非常明显的这种难受 晒出水泡的话呢 一般就是也是一个高强度的 可能更长暴露时间的一种比较范围更广的作用的 这个损伤的位置也更深的一种晒伤反应 但是这些无论是晒红晒黑晒脱皮晒出水泡 相信在我们的海边都是会经常遇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护危险比较好 所以其实您刚才解释了为什么在海边会更容易晒伤 就是海面也有一个反射 反射再加上又比较空旷 是的 刚才小关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要探讨一下 刚才你是不是说就是涂得越厚越不容易晒伤 对 像有的防晒霜它就属于比较清汤寡水的 但有的就是特别粘稠 对 我也见到过这种 就抹特别厚整个都白的那种 但是我同时也很好奇 你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喷雾状的 它就很均匀很薄 对 所以这个厚和薄是不是作用是不一样的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栏目 本栏目由长寿花二指食用油特约播出 长寿花干油二指食用油 少一指更健康 像有的防晒霜 它就属于比较清汤寡水的 但有的就是特别粘稠 所以这个厚和薄 是不是作用是不一样的呢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防晒霜正规产品 质地厚薄 都是会起到很好的防护效果的 简单地说呢 这个白乎乎的厚腻的 甚至像抹了膩子之类的 它的原理嘛 就是物理原理为主 抹到咱们皮肤上 形成一层保护的一层膜 这个膜主要成分就是氧化钛和氧化心 它的优点呢 就是把光线反射走了 不被我们吸收 即刻起效 很方便 彻底隔离 隔离掉 反射掉 不对我们造成干扰了 但是缺点就是 特别的厚重 在抹上这么厚厚的一层 包裹在外面 大家觉得这个体感 真是体验感不好 关键别人看见 也挺难受的 是的 但是呢 我想大家还是 可以多少去了解一下 物理为主的防害霜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低敏 它的致敏性非常低 不容易引起过敏 这个对于很多皮肤敏感的朋友 非常友好 是的 然后刚才嘉宾说的 清汤寡水的这种防晒霜 其实是物化结合 或者是化学防晒原理为主的 它的作用机制是 它里面一些化学成分 然后呢 把这个紫外线的这个光能 转换成生物能 对皮肤造成细胞层面的 一个伤害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 我们有一些敏感肌的朋友 临床上会跟我们反馈 他就说 我试了好多防晒霜 每一种我都过敏 因为确实在咱们 能够选购到的防晒霜当中 物化结合的产品 和化学为主的产品 是为主的 喷雾的防晒霜呢 实际上从成分来说 也基本上是 物化结合为主的 所以我们防晒霜 正规产品 质地厚薄 都是会起到 很好的防护效果的 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 就来了 就是说防晒霜 它有不同的这个叫质地 是的 就是不管它是什么质地 抹了就能起效 不同的质地 要根据你自己的皮肤 来选择 是的 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 就如果真的晒伤了 就会又痛又痒 又红 要好多天才能好 那这样的情况 怎么解决呢 如果真的是出现了 就是难以预料的 这种晒伤的情况 咱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是冷肤 就是一个让皮肤 镇静下来的过程 那也许我们在海边 游玩的这个时候呢 不方便去找到一些冰蛋 或者这一类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去小卖部 买一个这个 冰镇饮料 对 然后呢 主要是给皮肤 进行一个降温 那第二步呢 当我们回到这个 住宿的环境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 使用一些药膏 比如说在药店里面 买一些OTC的 含有中弱小激素了药膏 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 如果说皮肤出现了水泡 已经晒出泡了 那么皮肤表皮呢 已经破损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预防感染 我们在药店里 也能买到一些 OTC类的含抗生素的软膏 来进行一下对症处理 特别重的情况 当然就要去医院纠诊了 如果破亏 比如说用一些什么 抗生素 叫红霉素软膏摸一摸 可以的 非常好 可以的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比晒伤 这个晒黑还严重的情况 就是中暑 是吧 对 我这个就是 我以前觉得在海边 不会中暑的 但是我 因为老泡在水里 不是 海边很凉快 你会想到有水的地方 对 但是有一次 我真的中暑了 我就发现 那天是没风的 我后来突然头很晕 就必须找个地 马上凉过那地儿坐下 然后后来人就说你是中暑了 我第一次知道在海边能中暑 但是我觉得这个 刘医生 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比晒伤那个 就是晒黑了更严重 因为这个中暑 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是的 中暑呢 其实最容易发生在高温 那么在海边的环境下 它又合并高湿 那么高温高湿的环境下 更容易出现中暑 中暑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机体的 惨热和散热功能发生了紊乱 那我们走在沙滩上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脚 哎呦 这沙子很烫 很舒服 像做热疗一样 其实这说明什么 外界的温度是比咱们机体温度高的 一开始呢 人体是可以通过出汗来散发热量 降低中暑的几率 但是当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没有可以散发的热量了 还是那么热 就会出现中暑症状 那么同时呢 中暑呢 程度也分轻到重 也有不同的程 是的 重的是可以有生命危险的 那么刚才依林说的那个症状呢 主要是一个先兆重暑的症状 像头晕啊 没劲啊 眼花啊 耳鸣啊等等 它已经出现了重暑的征兆 那么这种呢 只要它到凉快的地方待着 散散热 那么体温能降下来点 这个症状就能缓解 那么紧接着呢 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疏解呢 就会出现皮肤灼热感 面色潮红 口渴得很厉害等等 甚至体温开始上升了 到38度多 人体的不适感加强 那么再进一步加重 就会出现重症重暑 重症重暑里面 腿抽筋啊 甚至晕厥的啊 那么更严重的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都认知到的热射病 这个很可怕啊 热射病是有很高的死亡率的 对 那么热射病呢 其实就是在机体极度的一个 衰竭情况下 体温急剧升高 那么重要特征就是体温高 第二呢 意识障碍 有的人就是晕厥过去了 晕厥过去 然后即使是苏醒过来 也要紧急地去医院就诊 因为它后续啊 因为这个热 刚才我们讲到皮肤的晒伤 其实它也是一个热 应激的一个效应 对吧 那么在热射病呢 它其实相当于机体所有的脏气 都处于一个热环境中 一个应激的状态 所以我们随后会出现 肝功能的异常 灵血的异常 心肌的异常 可以合并三种以上 重要脏气的损伤 这个很可怕啊 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中暑的话 我们应该紧急地处理 应该是什么 伊林刚才做得很好 脱离热环境 对 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印象中就是我经历过的 就是人家医生来了 说的第一句话 就都让开让开让开 对对对 通风 通风 对 然后把扣子给解开 划删的 对对对对 对把它就是如果晕倒了 或者是没有劲走不动了 把它搬到凉快点的 有阴凉地的地儿 然后通风 第二 引用一些凉的水啊 或者是用温水 直接 有物理降温 对对对 物理降温 这就可以在早期的时候 可以自救 自己来缓解这些症状 然后还有药物 是喝货香正气水呢 还是喝实滴水呢 我没喝过实滴水 货香正气我喝过 管用 从药理性质来说 两种都是可以的 它们都起到一个 像你们可能有冰片啊 就类似的这种 镇静 然后去热 去风 这种热的这种特性 中程药的提取物 而且呢 它可以让你警醒起来 那昏昏沉沉的情况下 你喝个那个 混上正气水 立马就知道 自己该怎么办了 这么一机灵感觉 对 它有一个中速的 一个刺激作用 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危险是细菌感染 危险指数三颗性 上榜里游 看着干净呢 不一定干净 其实这个我还挺好奇的 就是我们夏天出海边玩 怎么还会细菌感染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杨医生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海水是蓝色的 特别的清洁 那么喝两口海水 好像也没有大碍 又咸又苦 是 口味上不怎么样 但实际上也不怎么干净 因为海洋的这个海水里面 对我们人体比较大的一个危害 是有大量的海洋虎菌 海洋虎菌是个很大的概念 它又包括很多具体的 细菌的种类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皮肤本身 有创面 有破口 然后我们去海洋里面 去汽水 玩耍 或者在沙滩上 长时间的走路的话 那么这个海洋虎菌的话 就会顺着我们皮肤的 这个破损的区域 进入我们身体的表面 可能轻则会引起 软组织的感染 我们需要用一些 抗生素去治疗 种则的话呢 有一些特殊的海洋虎菌里面 它含有溶血毒素 可以引起局部软组织的一些 深度的溃疡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染 所以给大家提个醒 第一呢 在皮肤有创伤的时候 尽量不要长时间的 浸泡在海水里面 第二的话呢 就是海产品 如果这个海产品 是半生不熟的 或者完全就是生的 吃进去以后 也会造成消化道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感染 反正就不能乱吃 是的 吃熟的 很多朋友吃了海鲜 有点螃蟹 吃很多就高蛋白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特别 易于消化 然后又啤酒饮料 都是凉的 对 可能会造成急性肠炎 对 这种冷热交替 然后辣凉 就各种无味杂陈 都集中在身体里面 造成身体 就胃肠道德不舒适 我经历过 特别严重 特别严重 都差点脱水了 就很多朋友都有这种 很严重的 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 海水不是咸的吗 盐不是能来消毒吗 那怎么还会感染呢 因为这个海水呢 并不是那么清洁 海水 它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 它是会给一些特殊的微生物 提供营养的 这种海洋护菌 它就适合生活在海水当中 它的整个的繁殖能力 是很强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我们皮肤比较刺激的成分 所以如果大家去洗海棗 或者是去海里游水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的防护 做得好一些 不要穿这个比基尼 这一类的泳装 还是穿一些漏肤度比较低 把我们包裹都更好的 这种泳装 去进行一个痛快的玩耍 好的 我们来看第三条 这个是挺吓人的 脚底的陷阱 危险指出四个星 就是海洋生物弄伤 可不是疼那么简单 我之前看到过 就现在的小朋友们 这个海洋生物知识 太丰富了 就是说 说这个世界上有十种 最疼的被这个动物伤害 什么被活移咬 地狱蚂移咬 说排名第一的是一种水母 听说过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水母 但是有一次 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要到海边玩 因为是阴天 然后当地人就告诉我们 不要去 因为有一种水母 就是海里的 能感知这个天气 它就会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出来 如果说不慎 就是被你碰到的话 它就可能会给你 什么咬一口就有毒液 对 这是致命的 海边那个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尤其快下雨的时候 说一滴雨水一只折 对 对 一下雨 你看那海面上就那个 特别特别多 是的 跟水母的这个生物结构 解剖结构是有关系的 这个水母 它那个触角 最顶端 有一个小器官 感受器 就像人的耳朵一样 它是个听力器官 它能感受到这个气压的变化 波浪的这个水流的变化 来感知天气 同样 它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其实这个触手上的毒 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 当我们 不管怎么样 突然碰到它了 它会防御性地 进行一个攻击 那么这个毒素呢 其实分很多种 不同的水母 种类不一样 它毒素也不一样 毒素的这个组合也不一样 有的水母呢 它可能以神经毒素为主 会出现这个肌肉的 痙攣疼痛 那么还有这个 皮肤软主的损伤为主 感染 那么有的还会引起 心血管方面的一些 毒性的一个影响 海边那人跟我讲过 说一旦你被水母给遮伤了 说抹点醋 也有人说抹点肥皂 正确的处置是什么 这个水母被遮着以后 它那个次细胞会 在皮肤上附着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水母其实它已经走了 刺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刺还在外面 可以轻轻地把它给弄出来 消毒 一定要消毒 用碱性的液体 去处理伤口 要好一点 相对于是比较 接近于它的这个原生态 是没有这个抗性的 不会 相对于用酸性的东西 它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些反作用 另外呢 一定是要去医院看 有可能 它后续出现的症状 它会之后 对 可能大家现在到海边去的多了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 其实去海边玩的 尤其是小孩 它可能并没有感觉 而且现在很多海边 也会有这种养殖的 可能这种道路和接触的机会 就更多了 就除了水母 还有其他的水生动物 会造成这种伤害吗 还有的 像这个海蛇 虽然品种不多 全世界也就50种 中国可能有十来种 但是每一种都是毒性很强的 都是毒蛇 关键是呢 被海蛇咬了以后呢 因为你在海边 可能感觉不到这个疼痛刺脑 你可能光着脚呢 你还在玩呢 给你扎两针 你没有感觉 之后才发现 所以这种海蛇的这个毒性很强 致死性很强 它会引起什么 最常见的是神经毒素 是让你呼吸机痰痪 呼吸不了了 窒息 对 人没有呼吸功能了 心脏可能还跳着 呼吸不了了 直接就是窒息死亡 对 这是最常见的 然后其次还有这个 跟其他动物毒素 有点类似的 就是软组织的一个细胞破坏 像造成急性性功能损害 等等 见过就是电影里演的 啪被蛇一咬 然后就用嘴 然后帮它吸上 对 不能吸 不能吸 哎呀好吓人 要吸一下 一人受伤 两人 变成两人都那啥了 躺板板 不能吸吗 本来毒蛇就咬了一个 然后你去一吸 变成连俩人都中毒了 那应该怎么处置呢 海蛇咬伤以后 我们该第一 镇静 保持冷静 一定不能狂奔 就地躺下 就地坐下 第二呢 赶紧呼救 第三呢 同时自救 自救怎么救呢 我们可以有两样的自救神器 嗯 第一样 可以像这种香蕉的宽带 没有这种香蕉宽带 可以救手 就用一些丝巾啊 这种长一点的条带都可以 来捆扎在我们伤口的上端 就是近心端 防止毒素的回流速度 第二件神器呢 是我们的一个吸引器 嗯 可以就像一个靶子一样 产生一个负压 附着在这个伤口处 然后进行一个抽吸 你看 就像拔罐一样 对 里面的皮肤 我家都有 蜜蜂啊 遮了也是 可以用它拔刺 我就是有一次 不小心被那个 在花丛里被扎了 后来挑不出来 我在网上一看有这个 还挺管用 反正桌上以后 你得 就是让它慢慢慢慢紧 别把皮肤弄破了 就慢慢慢慢 你那刺就露个小头 再把它一挑 对 早期的自救后 可以降低这个 海蛇的这个致死率 可能降低50% 早期自救是很有效的 当然我觉得 最短的时间内 寻求帮助 最好是跟同伴 不要自己一个人 是的 最好要关注当地的这种 比如说海洋渔业部门 或者生态环保部门 或者是这个 渔政部门 它有提示 对 不要到不能去游泳的地方去 随意地下海 这是很危险的行为 你明明知道这个地方 可能有海蛇 你还要非要去 对吧 这就很危险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还有一个什么危险 致命游泳圈 危险指数四颗星 上榜理由 游泳圈不是救生圈 不是万能的 不是听得挺懵的 游泳圈不就是救生的吗 那我们去游泳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游泳池 还是在大海 不会游泳的人 那就要用游泳圈 对啊 但是你看我 我挂着游泳圈 我是能浮起来 像我在水上世界的时候 一个大浪拍过来 我照样人仰马翻 所以我觉得它能让你飘起来 但不代表它是安全的 这样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资料 其实就是我之前也做过 类似的节目 就是大概就是说 一个是放松警惕 结果游泳圈脱离开了 它没有 就是我们说游泳圈就是玩的 它没有跟你的身体有连接 一旦被浪打远了 你可能就出危险 这都是有悲剧 有真实的案例的 是的 我很同意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观点 咱们刚才看的视频呢 重现了一个 我们很常见的场景 水上乐园冲浪 那么在这么一个特殊环境里面 我们常用的游泳圈啊 它是这种塑料 气体的 充气的 很轻 而且很容易破损 在常力的脊状下 它有可能还会漏气 所以很混乱的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游泳圈就会飘走 被撞走 那么不会游泳的人 或者水性不好的人 孩子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它容易出现沥水 导致致命事件 而且都可能覆盖住了 水面上谁也看不见谁 可能都找不到 这个沥水的孩子 对 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不会游泳的人 然后你比如说 你到一些浪比较大的地方 海滨浴场 用这个游泳圈 你觉得万无一失 其实非常危险 因为一个浪过来 游泳圈就被冲跑了 是的 刚才我们在视频里看到 这个室内的冲浪环境 浪就已经很大了 但它跟我们野外的环境下 相比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用普通的游泳圈 但是你放松了心中的警惕 往往容易亮成大火 所以依林刚开始说 要去海边给孩子买一个 特别漂亮的游泳圈 其实是不可取的 还是很危险的 你知道最危险的是哪种吗 就是那个 刚才开头呢 不是 不是吗 最危险的是那种 就是小鸭子一样 然后两个腿可以扎下去 我们一般就用那种 那种最危险 因为一个浪过来 它只要一倒 把孩子也给肩倒了 就是 人在水里 那鸭子在水里 在上面了 那种是最危险的 海边好多种那个 这海边其实最好的 就是带在胳膊上的 因为它起码保证 你的上半身 能够始终在水面之上 明白了 所以其实游泳圈 跟救生圈的区别是什么 材质不一样吗 材质 是的 材质不一样 救生圈呢 它是一个实体的 对吧 我们感觉像泡沫一样 它其实是化学的一种材料 浮力大 而且呢 它的韧性还强 它不容易被挤裂 破碎 而且它标志很清晰 对 还有就是上面有根绳 有根绳 对 就是真正游泳圈 是要带在胳膊上的 有个绳子连接的 对 方便投掷和拖拽 对 要不然就 一下冲跑了 其实没有任何用处 这其实也提醒 家长朋友要注意 就是小朋友的选择 不能随便说套游泳圈 就去玩去 其实它应该 比如说救生衣 救生扶球这些东西 就是它浪打过来 它不容易脱离开的 这是更好的选择 对 我觉得有孩子的家长朋友 要格外地注意 救生圈 其实在游泳的场合 它是标配 或者是唯一的选择 这个要格外提醒大家注意了 防止溺水 来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离岸流 猎流 这很专业了 但是危险指出 五颗星上帮流 海滩游泳的头号杀手 这个好像太专业了 我们得先解读一下 这个离岸流 它的确是我们头号杀手 我们只是认知度不够而已 这个离岸流在韩国 在一几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离岸流 导致了140多个人 同时被这个离岸流 卷进大海 那么而且离岸流呢 在海滨 尤其像比如在三亚 这个海滩上 有将近一百多人的 这个救生员 他们就受培训 最主要的就是要防止 离岸流 把人卷到海里面 每天都要救那么好几个人 并不是因为水性不好 而是因为这个离岸流的水流 把它带进去了 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就浪花颜色特别深的地方 就其实就是说冲上来浪 然后回去的时候 对 很有迷惑性 其实它的威力是非常大的 它这个离岸流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离岸流 是主体 离岸流的头部 颈部 体部 90%的海边的这种沥水 都是因为离岸流导致的 那正确的逃生 咱们来看看视频资料 万一陷入离岸流 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离岸流只会把人带离海岸 不会把人卷入海底 它很强劲 流速很快 但是流浮较窄 所以不要尝试逆流而返 这样容易体力耗尽 发生意外 正确的自救方法是 朝与离岸流垂直的方向 横向游离 如果无法横向游离 也别惊慌 让自己随波逐流 保持体力 离岸流到了外海处 就会渐渐息怒 这时 再尽量保持于海岸 平行的方向游一段 然后游回海岸 或者寻求帮助 不会游泳的话 更要冷静 一定要放轻松 憋住气 让自己扶起来 再挥手寻求救援 如果你看到困在离岸流的人 尽可能给他扔一个 能漂浮的东西 并通知专业救生人员 千万别自己贸然下水救援 虽然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 但是溺水的人 应该怎么急救呢 先来问一问两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栏目 本栏目由吉林熬冬 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熬冬牌 安神补脑叶 安神又补脑 睡好 精神好 溺水的人应该怎么急救呢 先来问一问两位 反正在电视剧里看的 就是摁肚子 摁到嘴里吐水为止 人工呼吸 刺出一条鱼来 动画片里 刺出一条金鱼 还有什么呢 人工呼吸嘛 对 人工呼吸 人工呼吸 就是嘴对嘴 然后呼吸 那他那个溺水的人 喝了一肚子水了 然后就二喝一把水 吐了 确实有点 就说起来容易吧 但是如果实际操作 我不太会 对 我觉得咱们基本上都不会 首先呢 大家一定要坚信 溺水如果出现了心脏奏停 呼吸奏停 它的救治成功率 是比普通的要高的 所以不要放弃 不要放松 就是你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拿个道具上来 您给我们演示这讲解 好的 来 首先我们要判断 关关 关关 没有反应 断了 放弃 关关 醒醒 醒醒 没有反应 然后摸它的颈动脉搏洞 同时呢 眼睛要看着它的这个胸阔 很微弱 没有了 没有了 在八秒钟之内判断 没有脉搏 也没有胸阔的起伏 一看 没有呼吸 没有脉搏 要开始急救 松开 对吧 不要让它有附属感 本身身上可能衣服都湿了很紧 对 那么对于溺水者的急救呢 跟心血管的心脏奏停的急救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我们用A B C A呢就是气道 首先要通上它的 因为它枪水了 对 呼吸道 我们主要是看这口腔里面有没有 泥沙呀 泥沙呀 水草呀 或者是其他的 气道一定要是通畅的 然后B呢就是人工通气 打开气道 把下巴抬起来 压住额头 一抬 它的耳朵 耳垂和 地面垂直 这个地面是垂直的 对 气道就开放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捏鼻孔 吹气 连吹五次 连吹五次 一定记住 我们是可以连吹五次的 一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吹的时候捏着鼻子 对 要不然你吹的气都从鼻子里跑了 然后离开以后松开 对 松开鼻子 刚才的A和B都做完了 现在做C 胸腕按压 来 把衣服拉开 按压的部位是两乳头连线终点 在这个位置 用掌根放在胸口 双手折叠 交替 进行一个垂直向下的按压 一 二 三 四 小牙 小苹果 八 九 十 下 你都不许多 对 主持人的节奏感特别强 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就是每分钟一百次的频率 对 这个不是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这是很镇静的 对 好 按三十次 三十次 三十次 再进行两次人工通气 每次的时候都记住 一定要开放气道 一次 开放气道 两次 好 再来 千万不放气 就是对于溺水者来说 真有可能在现场就把它按回来 按活了 很多人就是溺水 大家这个说法 就是喝了一肚子水 有人说肺里的腔的全是水 气道里全是水 这个水是不是得先空出来 即使是水进了很多到肺里面 这个水在肺里面 它也不会被倒出来 不是像胃一样 不会 因为我们肺里面有很多的 有很多分支 支气管 很多的肺泡 肺泡表面全是毛细血管 这个毛细血管会很快地 把这个水分吸收 当然了超过了它的负荷以后 它可能就吸收不了了 那么这个情况下 能不能所谓的控水 控的是哪的水呢 其实是控的它喝的水 胃里的水 真正气到你的水 进去了就进去了 我们不需要花时间 去把气到你的水弄出来 因为是不可能弄出来的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特别讲 这是如果说 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应该想着去控水 耽误时间 而应该直接去做 ABC的心肺复苏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三步法 ABC我们来总结一下 A 开放气道 B 人工呼吸 C 胸外按压 所以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要轻言放弃 可能在坚持之下 就会有生命的起 是的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 这个假期里 第一个选择的目的地 可能就是想到海边去看一看 尤其像观观 从来没有去过 所以希望带着我们 今天两位专家 解读的这些 希望大家健康 平安 我们再次感谢杨医生 感谢刘医生 谢谢两位 也谢谢两位的到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